國民漢字須知 帶您學漢字 本週我們又要到哪裡去 學習什麼字呢 在它的右邊上半步 還有一個溪邊的溪 所以不知道會不會有 向溪天息的感覺 班辰的簽字 跟溪邊真的有關係嗎 好脆喔 鍋巴呢 我們的印象中都是在 剩下來的鍋子旁邊的飯 鍋巴其實它最主要還是 就是在於洗食的這兩個字上 對… 鍋巴的台語你知道嗎 很棒 好像還滿成功的耶 對啊 很棒耶 DIY的捐印印出了美麗的花樣 而花樣的樣 這個字要怎麼猜呢 想知道更多的漢字知識嗎 盡情鎖定國民漢字須知 帶您學漢字學好字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